小朋友精心慢妆向店家喊说不给糖就导弹 10月31号是夕阳万圣夜 桃圆在地脸书社团归山生活通编带31号晚间 联合归山的爱米尔和慧儿园两间幼儿园 共同举办第六件万社节不给糖就导弹活动 也有800多位精心变装的大小朋友走上街 与归山中心路沿路一带店家互动 许多店家也慷慨发出许多糖果 或是弄出应景布置与大家同乐 现场洋溢着一股浓浓的洁情氛围 主办的归山生活通事团管理员也期盼 既有活动让万圣节不仅是万圣节 更可以是护佑节 大家一起来关怀并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长大 我们分了两条路线 一条路线是爱米尔幼儿园出发 到归山的天幕广场 人数大约是520人 另外一条线是慧儿园幼儿园出发 终点也是天幕广场 人数大概是281人 结果走得整把中心路都占满了 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万圣节虽然说是大家不给糖就搞蛋 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希望说 把它变成一个归山护佑节 保护我们年幼的孩子 每个人都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跟保护别人的孩子 把它变成一个关怀的节日 难得的外设彩节活动让许多小朋友和家长都热情变装来响应 除了扮成卡通人物 或是经典的恐怖鬼怪 木男衣 万圣南瓜之外 也有家长和孩子们发挥创意 用纸箱和其他的素材 敲手打造自己的服装道具 有小朋友就扮成喜爱的乐高人偶 有人扮成了红绿灯 还有小朋友自己画出血流满面的造型 更有父亲与儿子共同扮成了七爷八爷 还搭配LED闪灯系许多人抢拍 他们也分享了参加的心得 我帮你觉得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你今天扮的是什么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八爷 会不会想要再来彩节 会 就小朋友对这个也有兴趣 然后爸爸自己 也算爸爸自己的私心 私心 就想要试试看 好那你做这个做多久 诶 这个其实去年就做好了 然后七爷是今年大概一个礼拜 巨石人 巨石人 对 你们自己做的服装吗 对 你做多久啊 跟别人 还一天 一天喔 好 那你刚才今天来彩节成果怎么样 很多糖果 很多糖果 好玩吗 好玩 红绿灯 红绿灯 为什么你想带红绿灯 因为 因为妈妈帮我想带 就一起用纸箱做啊 哦这是成熟工的 对成熟工的 对 他今天也跟儿子一起来彩节 整个活动的 对很有趣 他是看到乐高的人偶 他自己本身有在玩 所以他才想要用这样的造型 我觉得很棒 而且 可以让小孩去参与这种 可以看人家装扮 然后就是一个 每一年一次吧 他们会有其他这样的活动 自2017年开始 鬼神社活动连续多年来 举办万圣活动 除了疫情期间暂停一次外 参加人潮都屡创新高 主办单位也期盼 藉由采接活动 促进人们彼此关怀交流 共同来欢度一年一次的 万圣节圣会 既有刘雨婷同会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